大家好,我是龚师傅,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前几天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延迟退休的规定 要逐步把退休年龄延迟三年 也就是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3岁 女性从55岁延迟到58岁 所以本期我们来聊一下政府养老保险的问题 下文都简称养老保险 首先第一个问题,养老保险,这个名称就有问题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保险 保险是指甲方自愿向乙方交一些费用 当甲方受到某种损害的时候 乙方负责对甲方进行赔偿 它是一种管理风险的手段 比如甲方向乙方交一些钱 一旦甲方的房子被烧了 乙方负责赔偿甲方的损失 这叫做火灾险 再比如甲方上飞机之前向乙方交一些钱 如果飞机失事了 乙方向甲方继承人赔偿200万 这叫做航空意外险 对于甲方来说 保险为的是防范风险 而不是为了追求回报 买火灾险的人不希望自己房子着火而拿到钱 买意外保险的人也不希望自己死掉 去拿那几百万 对于乙方来说 乙方卖保险不是为了做慈善 而是为了盈利 要想盈利就必须利用数学上的大数法则 以航空险为例 保险公司要仔细计算飞机失事的债率 同时要有足够多的人买航空意外险 他的保险产品才能卖出去并且有利润 假设每十万个人才有一个人遇到飞机失事 同时每个人买一百块钱的航空意外险 保险公司收到一千万 要赔给失事的那个人两百万 保险公司可以盈利八百万 假如十万个人中只有一万个人买保险 保险公司收到一百万 结果赔偿失事者两百万 那保险公司就要净亏一百万 我们再来看养老保险是否满足保险的定义 首先养老保险 只要你活到一定岁数就有回报 你交养老保险的时候已经期待了 一定会有回报 老不是一个风险 只要补出意外 每个人都会老 同时在社会养老保险里面 活得越老 拿的钱越多 所以从假方的角度来看 养老保险根本就不是一种保险 再从乙方的角度来看 养老保险的乙方是政府 但是政府根本不是想从养老保险里面盈利 事实上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养老保险都是亏损的 同时 社会养老保险跟大数法则也没什么关系 还是同样的原因 因为老不是一个风险 只要没有意外死亡 每个人都会老 与普通保险 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 养老保险是强制征收的 在美国养老保险被称为养老保险税 所以养老保险根本就不是一种保险 问题来了 养老保险又不同于税收 因为税收的定义是指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品 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 按照法律规定 无偿取得的收入 所以养老保险除了强制征收以外 也不符合税收的定义 首先养老保险不是为了提供公共品 也不是为了做慈善 各国政府都不会用社保收入去做扶贫工作 其次养老保险不是无偿的 比如政府收了你的个人所得税 政府是不会明确给你提供什么产品或者服务的 而养老保险就不一样 你交了养老保险就已经预设了 政府负责养老 等你老了 政府要负责发放养老金 也就是说其他的税收 政府收走之后 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政府官员可以随意花到什么地方 而养老保险不一样 政府收了养老金以后 以现金方式返还的 也就是说这笔钱的用途是不能改的 每一个上交养老保险的民众都是一个消费者 他们期待着政府在他们老了之后 给他们稳定的收入作为回报 所以养老保险税 没法减税 也没法停止 其他税要想减税的话很容易 政府缩减开支就有减税的空间 而社保税根本就减不下来 更不可能停止 因为你减下来了 现有的退休老人的退休工资就会下降 而如果你停止了这个税 那么已经交税的人怎么办 有的人可能已经交了30年了 快要退休了 你把退休 社保停了 他们能愿意吗 更何况那些正在领退休金的老人 突然没了退休金 他们会跟你拼命的 因为他们没有退休金就活不下去 所以养老保险税 是一种被华立用途 不能减少 不能停止的启发 更为启发的是 养老保险税 让政府也感到很痛苦 因为它不能减少 不能停止 它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 各国所能想出的办法 只有延迟退休 实际上就是减少和延缓退休金的发放 而延迟退休一定会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 因为他们本来60岁就能拿退休金 现在你让他们65岁才拿退休金 他们是承受净损失的 像俄罗斯将退休年龄退迟到65岁 而俄罗斯的一半男子都活不到65岁 你让他们怎么接受 那政府是怎么填这个无底洞的呢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养老保险的融资模式 养老保险一般有三种融资模式 第一种是限收限支 第二种是基金累积制 第三种是混合制 一种限收限付 就是指现在工作的人缴纳养老金 用于支付上一代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在中国你每个月上交的养老金 直接用于发放已经退休老人的养老工资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 如果不考虑财政补贴 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金 已经不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了 第二种基金累积制 实际上是强制储蓄 美国的401退休储蓄计划 加拿大的养老基金 新加坡的退休金都是这种模式 这种制作的特点是 政府强制个人储蓄 并将这些储蓄用于投资金融市场 参与者年老之后 可以支出自己的储蓄和投资收益 在这种模式里面 你的钱还是你的 没有被用掉 只不过用于投资了 你能领到的也只有自己的投资和收益 不会分配别人的储蓄 第三种混合制 就是把前面两种方式混合起来 大家可能觉得加拿大的福利很好 但是加拿大的限收限制部分是很低的 18岁以后 在加拿大居住达到40年的人 可以全额领取限收限制部分的614加币 和中国的低保差不多 同时规定收入高的人不能领取 加拿大养老主要靠的是基金累积的部分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CPP 强制养老储蓄计划 加拿大的CPP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养老基金 因为他们专业的投资管理 全球多样化的投资 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而这个基金的支出方式也是个人用个人的钱 没有发生财富转移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养老保险的危害 第一个危害就是败计剥夺 因为政府的强制性基础养老保险都是限收限制的 也就是意味着老年人的退休工资 全部来源于当时年轻人上交的养老金 因为是强制缴纳的 这就叫做败计剥夺 老年人通过政府强行剥夺年轻人的收入 供他们养老 如果年轻人变少 老年人活得越来越长 养老金的危机就会出现 同时老年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却越来越少 那么必须得增加 年轻人缴费的比例有范围 年轻人受到剥削也就越来越强 第二个危害是 养老保险带来的伦理冲突 一个年轻人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给政府养老 这很合理 但是如果是拿自己的钱给别人的父母养老 恐怕就没有人能够同意了 但是社会养老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强制年轻人从工资里面拿钱给别人的父母养老 如果一个家族里面所有的子女上交一万块钱 但是父母却只能拿到两千块钱的退休金 剩余的八千块钱去养别人的父母 这就不符合伦理了 只有一个人在自己过得还不错的时候才能够帮助别人 只有在自己的父母过得还不错的时候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父母 而且是应该出于自愿 在养老保险这个制度里面 因为退休金是政府统一发放 子女生得多的人就吃亏了 因为子女多 养老保险的费用就多 而父母的数量是一样 如果拿一样多的退休金 那么子女多的家庭就被允少的家庭剥夺了 在中国农村家庭普遍子女比较多 而城市家庭一般实施独生子女政策 所以农村家庭的孩子被负给城市家庭子女父母养老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中国的养老保险实际上分三档 最高的是公务员 平均退休工资六千元 第二档是城镇居民 平均退休工资是两千五百元 第三档是农民 平均退休工资只有两百元 所以在中国养老保险是一个对农民极其不公平的制度 各位观众 这就是我们关于养老保险以及相关政策讨论的前部内容 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讲解 大家能够对养老保险的本质 政府的筹资措施 以及养老保险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和建议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以接收最新的视频通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